今天的生活懶人包則是要來關心 馬上迎來端午節了 新北市有很多民眾為了應景 還是不顧疫情 跑到石門知名的肉粽攤 排隊買肉粽 讓區公所非常擔心 造成群聚趕快到場宣導防疫 連警方也出動 拉開民眾的排隊兼聚 但現場人潮綿延數公尺的畫面 還是讓網友直呼 這像是另類群聚 端午節將進新北石門多家知名 肉粽攤出現一如往年的排隊人籠 看看人潮綿延至少數公尺 在這防疫期間 難免讓人擔憂造成防疫破口 還有網友痛批根本是另類群聚 直言端午節 每一隻肉粽會怎樣嗎 下雨天我們也不能讓他們進室內去等 不曉得該怎麼辦 就只能請他們在門口排 但是要把距離拉出來 成績是因為天候不佳 才通融民眾在店門等候 而區公所就怕排隊民眾疏於防疫 也趕緊到場宣導 請那個三家做好一些相關的防疫措施 請他外帶或是用一些 發放號碼台的方式 讓民眾不要在這邊聚集 每半個小時只會有30個客人 公所出現提醒店家也全力配合 除了嚴格管控動線 店內人數也有限制 就連警方都出動 提醒民眾拉開排隊檢舉 有人路過看到這麼多會講 他不知道說店家有在控管 我們也是在加強宣導這樣 人潮聚集總是不利防疫 民眾搶買肉粽應景過節 還是得先想想輕重還擊 避免身陷染疫危機 現在是很心目的報道 麻煩人 浪 사람��尿